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4日 今天来谈谈李鸿松 李鸿松在6月29日 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天津 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 我们知道中共现在已经是建党99周年了 再有一年就是百年了 按照习近平的梦想 马上就实现了第一个 两个一百年当中的第一个梦想 李鸿松是非常苦悦 给领导干部上起了党课 给大家看看一个截图 这是新华网 人民网 人民网天津 白面的李鸿松 李鸿松在这次党课上 竟然第二次提出什么呢 向习总书记看齐 这个非常有意思 说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李鸿松 早在2016年11月10号 这个天津日报就刊登了 这个李鸿松的文章 署名文章 题目是什么呢 讲政治的知情合一者 对这习近平进行了大肆的吹捧 提出什么呢 对党绝对忠诚 要害在什么呢 绝对两个字 说是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当时这个舆论哗然 在党内啊 我记得有很多的奉奖大力啊 都纷纷的这个顺从啊 其实有的可能心里并不认同嘛 但是表面也要支持一下 但是这一次很有意思啊 李鸿松虽然在这个党人的会议上 那讲的是洋洋万言啊 反复讲到要向习近平看齐啊 其中这个文章当中啊 这个拍笔剧用了好几个 都是向习近平看齐 怎么样怎么样 把习近平吹捧的啊 那这是天花烂醉啊 那么非常的这个有意思 我查阅了今天网上 也就在李鸿松党课结束之后啊 这个31个省自治区里 几乎所有的这个新闻报道 这个只有这个山洞的刘家义 和上海的李强 算是给了一点响应啊 这个刘家义呢 的确是在开会的时候 讲到这个 在7月3号讲到 这个绝对忠诚的问题 但是呢 李强是什么呢 李强是到复旦大学去 这个寻思 因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原先叫陈旺道 陈旺道和这个共产党宣言 有点关系啊 那么所以说也借这个算是党建的一个活动啊 这个来搞一个所谓的这个共产党宣言的陈列馆 他是这样 其中也提到了这个对习近平要忠诚的问题 其他的奉将大力一律没有啊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 我仔细的查阅了 你像这个江西省啊 正在重点工作 正放在这个高考和防疫啊 因为江西省 他这个考生是38.94万 又要防止疫情这个蔓延 二次反弹 又要保证这个高考啊 家长学生的安全 他在研究这些问题 吉林呢 吉林是八言超鲁啊 这个工庆团派大佬说了算的这个区域了 他正在研究什么呢 145规划和编制 也就在设计红尾的蓝图啊 连这个景俊还也没有提 这个所谓的宗城问题啊 只不过是他们开会啊 这个传达了政治局6月29号的这个会议啊 那么福建研究什么呢 福建正在研究对口帮的问题啊 那么河南呢 河南在重点的放在出口信用保险政策 也就在外貌方面啊 研究经济 那黑龙江呢 黑龙江这个张庆蕊啊 正在这个带领一般人呢 研究这个接随 这个叫合乎治理问题 其中也提到一个口号呢 因为习近平的理论啊 习近平思想苍外 没有什么理论 也没有什么创意 提出一个两善论 就金山银山 黑龙江给他们给他改了一点 这个非常形象的改为冰山雪山 因为黑龙江冬天比较寒冷啊 本人经常去啊 他也没有提到所谓这个宗城的问题 那么 你再看这个这个长江 中下游这些城市啊 那更不用讲了 现在是这个防洪 防灾都放在第一位啊 这个根本无心 无心顾忌啊 所谓什么忠不忠臣 即使是这个习近平的嫡系 这个忠实的这个 追随这个陈敏尔啊 也在这个研究这个 当地的经济问题啊 只不过他给我的感觉没有重点放在这个防洪防汛呢 而是搞什么 搞所谓的当地这个经济啊 这个发展啊 协调发展 一个宏伟的就规划方面了 那么广东呢 广东现在 李希主持会研究疫情 我估计疫情可能在广东非常严重啊 只不过是媒体没有这个报道啊 那么在安徽呢 安徽这个也是啊 这七四四十个县呢 1.4万人呢 就是受灾 也在研究这个 这个防洪防灾的问题 这个湖南 这个度假好 也在防洪啊 那么 楼秦杰呢 这是江苏啊 也在南通 就要研究什么呢 通州湾初开口的建设问题 那广西呢 广西在搞城市这个污水的治理啊 就甘肃呢 甘肃有意思 林多现在正在抓经济啊 搞这个民企座谈会啊 我估计可能当地可能民企 这个经济情况非常糟糕啊 赶快这个 这个拉拢这个民营企业的人心啊 留住这个经济啊 等等等等啊 云南呢 云南在研究 这个减税降费 也就是李克强提出啊 要对那些民营企业 不要像以前的们 收费那么多了 因为他们经济实在是太困难 没有生意啊 搞不好 这个经济崩盘了以后 没有人安置了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工作呀 那可能就要社会发生了 所以云南提出要这个减税 降费要多达250亿 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啊 那辽宁啊 辽宁新区的省长 这个正在到这个贫困这个城市啊 叫张武县去这个私杀呀 也就刚刚这个上任的辽宁省省长 叫刘宁啊 这个省委书记的陈秋发 那么这个复兴的张武县 叫兴隆山镇 老虎屯 那个地方 是个贫困地区啊 他去搞这个复兴 这个攻坚呢 那么青海呢 青海有一点意思 6月29号搞了一个活动 规模非常大 要唱红啊 要什么感谢党恩 要牢记使命等等 但是也没有提所谓的向习近平看齐的问题啊 所以通过我上述的给大家罗列和分析啊 你看这次不像2016年了啊 那么这个李鸿宗高喊向习近平看齐 对习近平要绝对忠诚 但是响应者寥寥啊 也就刘嘉义啊 好像在会上还谈了一点点 这说明什么 说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 这个理论和实现啊 这个各个省都在工作 特别是前段时间 这个疫情防控的工作 使各地的封疆大力已经看清了 习近平的确是 这个在关键时刻啊 令人失望 你想这疫情要没有 这个李克强担任校组长 和这个孙孙兰啊 这个奋力的抗议的话 麻烦就大了 所以习近平往往讲大话半小时 关键时候自己就躲起来了 的确是能力实在是欠缺啊 这些人也非常失望 即使是封疆大力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你说像你看起看什么 你本身什么事都做不好 你包括这个 这个香港反送走 你看现在香港的形势 表面看好像是晚会的败局 成立了所谓国家安全署 你像安全署 你制定着所谓港版的这个国安法 得罪了地球所有的人 任何人在任何城市国家 如果批评这个习近平 如果是谈到香港的敏感问题啊 都要给强加一个罪名 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法律 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仅是与香港的老百姓为敌 所以为全世界所有的人 这种就普世价值啊 这个社会潮流就对立 所以说你即使成立一个香港的政法委 搞了一个原先镇养无侃老百姓啊 就为全的一个人去搞什么 这个国安维安 这个国家安全署啊 其实也很难在那个地方 做出什么事情来 只能越整越麻烦 整天陷入了文化大革命式 极左式的 这个互相的争斗 所以说这个经济呢 更不用讲了 搞到穷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这一次是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前所未有的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啊 结果呢 国家的捐 国家的这个拿出救济款 才2.5亿啊 你想这囊中羞涩 根本就没有钱 所以再催有什么用 而且得罪的香港人 香港人也不捐款 一分钱也不捐 你看今天哪有长江中下游的洪灾 以前有的话 那香港人纷纷是慷慨解囊啊 不吃不喝 要帮助大陆 这个救灾啊 救人 你看今天 没钱了 你去整人家 搞街道 这也谁管你 所以说 你可以看着 这封江大利啊 对习近平也表示这个失望 所以这个李洪中也没有办法 喊了 喊牙的嗓子 讲了一个多两三个小时 这所谓的党客啊 告诉这些天津的党员干部 要向习近平看起 但是人们都没有任何的就回想了 说你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 那当然李洪中为什么如此的高调 就送扬习近平 也不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李洪中看到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近些年来啊 特别近一个时期以来啊 发生了中共官场这个反腐败的运动 出现了一件非常大的事 也就是什么 邓徽林呢 在6月14日被抓 邓徽林很长一段时间 在湖北省公安系统工作呀 而那个时候 这个李洪中也曾经和他有过交集 李洪中呢 在湖北省干的时间比较长的啊 这个根据这个网络的消息 我们就可以看到 李洪中啊 这个手下的公安局的局长 和这个邓徽林工作上都有过 相当密切的这个联系啊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 反腐败这个调查 邓徽林的时候被迁出来 近日在迁出这个 这个李洪中 所以他非常紧张 因为李洪中 在2007年11月就开始任 湖北省委副书记 刚开始是代省长 然后省长 然后书记啊 一直到16年啊 你想他不可能是清官的 你想他要不贪 能出帝邓徽林吗 能出下面那么多贪官吗 只不过他的靠山是李铁英 他给李铁英当了很长一段事 世界秘书 那习近平给这个李铁英的名字 他那个 你想邓徽林这些人送钱送 肯定送给李洪中 李洪中在送给李铁英 李铁英在往上面送 这是一个贪腐的层层的叠加的 叫腐败集团啊 所以习近平不抓他啊 这个就是全看什么 党内的 这全斗的一些格局的变化 是李洪中紧张啊 一看 邓徽林被抓了 没有可能再往下延伸 包括再延伸出来 因为政治人物互相之间的关系 没有绝对的啊 永远的这种友谊啊 只有共同的利益啊 那当然了 邓徽林落马有可能指向这个 孟建柱 这个和森林军什么有关系 但是不要忘了 刚才讲到啊 再往上挖 都有保护伞呢 所以说 这个李洪中非常的 这个狡猾 很紧张啊 就开始勾喊什么 想西明看西啊 这就等于是个交易啊 梦而不选 大家是这个 表面看是不用公开来讲 那么新招不选啊 就是说 我送你忠诚 送一样对你 这个送一样你的丰功伟级 说假话 表示向你的绝对忠诚 你呢 反过来 一旦这个邓徽林 这个案件切到我的时候啊 你要保一保我啊 因为说你要选择一下 在这个反腐贝和忠诚之间选择 那习近平肯定选择忠诚了 对不对 因为人人都贪嘛 所以这种诡异的形式啊 大家不要被他蒙蔽了眼睛啊 根据天真日报的报道啊 李鸿忠这次的党课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啊 说是天津各区党政领导班的成员 是为党校的在校的学员 党校的教师代表 四级机关代表啊 一共是一千多人啊 听了这一次 李鸿忠的就胡说八道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共产党那个 这个目前这个形势 真是不妙 你看共产党自己 在这个建党九十九周年的时候啊 公布了一个数字啊 也就是非常有意思 他们现在的党员是多少呢 九一九一点四啊 四啊 九千多万 但是呢 我看到今天海外的网站上分析啊 特别有意思 讲到九一九一四 这不就是 谐音就是就要就要死吗 这说明实在是不吉利啊 看来中共真的要崩塌了 你看现在 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啊 这天弄人员啊 你看各地的灾害 什么灾害都有 刚才讲到黑龙江 黑龙江也发生了这个灾害啊 过去没有过的 还有的 你看我今天看到这个山西啊 地下冒出的是黑水啊 像浮雾一样 从地里冒出的山西啊 那重庆更不用讲了 长江中下游啊 很多的这个省市啊 都泡在这个水里面 那三峡大坝也是啊 这个岌岌可危啊 你想一想 现在的情况真是啊 非常非常的诡异 很麻烦啊 而且你看在这个贵州这个碧街啊 竟在一个大山里面 竟传出了唬笑之声啊 公安还说这是造谣 抓了几个老百姓 拘留了几天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 这个深山老泥里 传出了什么 诡异的声响 后来官方说是什么呢 一种鸟叫 鸟叫怎么会那么大的声音 鸟叫为什么叫抓人呢 说是造谣 我看造谣就谈谈这个 不是即使是鸟叫 那老百姓讲一下 这有什么事 值得去抓的呢 你可以看出中共这种恐惧啊 再加上刚才我讲到了 中共官方公布的兼党 这个这个共产党员的人数 说就要就要死了 你想一想 可见一个大的变革的时代 即将来临啊 中共这个所谓的一百年啊 这个目标别想再实现了啊 即使喊忠诚 也是没有人跟他在忽悠了 习近平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共产党已经成了 已经成为了什么 离灭亡 生了一厘米 那么今天呢 读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易的收看 谢谢再见